先谢谢世杰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在台上分享 我是如何从一个完全不会跑步的人 到现在呢 可以天天持续跑步 已经持续三年的时间咯 田妈 田妈她是我的五象 你看到八十岁了才开始跑 而且跑得这么好 我们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是不是 是 将来这么严严夏日的 你们大家愿意 这个离开家里的气房 然后来到这里 为了促进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努力 哇 这个精神就值得给自己 一个大大的掌声 我是雅玲 有雅玲 我来自新竹 那在很多很多年前啊 我的老公就已经开始就终于跑步了 可是那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保护 我不会想要让跑步成为我的运动 因为我觉得保护好累 因为我觉得保护好累又很无聊 但是呢 在疫情之间啊 我很有幸的在FB上看到了这个 许杰老师他在开正面悠游跑的线上 那当时我就想啊 那当时我就想啊 在这么不方便出去运动的这个非常时期 有这个运动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动一动 好好的从以前的女神卡卡到现在变成了吗 是关系自如 啊 因为这样轻轻的去震动到我的膝盖 而分泌出了那个浪华 所以呢 以前啊 我原本是无法做这个盘腿的动静 之外不期待 可是呢 我现在啊 可以一天至少盘腿做半个小时的时间哦 为了这个练习正面觉察 我改变了原本呢 都带着美肌跑的这个习惯 我第一次拿下耳机的时候 啊 我听到了 清神树上鸟高声的唱歌的声音 而且呢 我还听到我自己啊 拖着脚步 啪啪啪啪的 沉重的跑步声 太慵懒了 所以呢 我就觉得 哎 当下我立刻想要改变这个 我要排起 我的脚来跑 因为还是轻松的 还是不累 而这样子呢 排起脚 改变这样的习惯之后 我觉得我跑起来就更加心理了 好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先生见证到我的体力的进一步 有一回我们一起跑步的时候 在这过程中他就问我说 你真的可以持续这样子半个小时都不用休息吗 我说对啊 而且啊 我醉酒还曾经跑将近一个小时都不会累的 好 就是找到我自己呢 不累了 就是这么轻松 还以为啊 是在过年期间 那时候呢 因为怕塞车嘛 所以我就选择了开夜车回家 那在熬夜之后的第二天啊 我依然坚持早上起来的屏股 那这个时候一开始呢 我觉得身体好沉重啊 一点力气都没有 全部都非常抬不起来 但是跑着跑着 哎 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卑鄙 而且呢 我觉得我的精神体力都恢复了 我也很喜欢在大自然里边跑步 在新竹的南辽旅馆 可以一边看戏啊 一边跑步 是非常享受的 那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段 正念悠悠往旅程呢 他让我发现坚持和自律的重要性 不管是在最忙碌的时候 或者是身体最疲惫的时候 我依然坚持跑步 在这个过程中啊 让我感到整个身心舒畅 每天跑步呢 变成是我最期待 也最享受 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刻 那最后呢 想到给大家就是这个 悠悠跑 他或者是准运动 他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他将为我在每一步中 找到平衡跟和谐 并在日常生活中 实践这种迫近的专注 带到我生活中的课 我相信 但未来之后的每一天 我还是会一直持续的跑下去 大家看看我 还有看看 诗杰老师 还有刚刚在跳舞的 苏蒂老师 我们都是做五万六的五年级生哦 看到我们的身材 就是最好的倩倩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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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